你好欢迎收看6月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如 花莲县警察局31号晚间 在宜仓国小活动中心办理112年 上半年守望相助寻守人员的常年训练 而县长徐真卫协同立委副昆奇 在花莲县警察局吕世民 以及花莲县寻守大队长张维明的陪同下 丽临会场为寻守队鼓舞 也感谢队员们不辞辛劳为人民服务 是花莲县幸福的重要守护者 花莲县警察局31号晚间 在宜仓国小活动中心办理 112年度上半年守护相望寻守人员常年训练 现在徐真卫表示 在花莲各个产业拼机械的同时 感谢警察同伦们各协请寻守名利用心的守护 保全地方的治安 我们所有的家人除了自己的工作 经济要拼 家人要顾 我们还在闲鱼的时间 能够为地方来守护 来保全地方的治安 所以真卫我要谢谢大家 老天爷也看到花莲人的团结努力 守护这块土地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人都在种福田 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给自己掌声啊 想未来 无论是保防法现在修订 如果我们的中队 大队 如果讲习来不及 未来我们就五个中队 一个一个中队 我们慢慢的再跟大家来这个报告 因为总是新的方新的法修订以后 我们还是要与时俱进 绿尔风文静表示 花莲县警力部阻是长期以来的问题 感谢各寻手队员在工作治愈给资源 为我们警察 我们警队的招牌能够插亮 地方治安 长期得到民众的信任 因为有良好的社区安全 我们警队只有一千三百位 但是面积比台北市要大很多 台北市有一万多名警察 花莲县警察局只有一千三百位 所以没有我们邪情名利 我们学手弟兄伙伴 共同的协助支持跟帮忙 不会有得到民众高度的肯定跟性爱 会众花莲县警察局 邀请县长许正恩以及立委傅昆琪 颁发聘書以及集有奖状 包括花莲巡守大队中区副大队长张德琪总干事 大队指导员吴俊伟 吉安中队部中队长刘淑珍 巡守大队顾问主席梁亦宏 副主席梁武 吉安中队警察好帮手集有队员 人领巡守队曾协助 傅景云武汉明 陈美段 南昌巡守队员 黄泰昌 彭洪志 黄昭峰分队长 与协定期间破获刑事案件 以及其他物名服务 关怀弱势家庭等优良事迹 记得节奏感谢观看 随便宜 ção